2024第四届商品化组合盆栽竞赛 29日在天尾香农会花卉梦想馆举行颁奖与成果展 县长王惠美表扬两组的冠军得主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年 参赛的人越来越多 那今年呢分为成年组跟我们的学生组 那也看到他们的一个创意 怎么样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设计 能够让他能够继续的来量产 让这么美的东西继续让更多人一起来这个享受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竞赛 不断的把我们的值给提升 那进而能够呢衔接国际 那一起呢让我们的彰化的花卉 能够在国际上发光发乐 今年有50基础 但是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把园艺变成生活化 因为其实田围我们最主要 我们又没有好山 我们没有好水 但是我们的产业 在我们县政府的支持之下都向上一直在推升 其实啊田围就是一个在地花博 天天四花季 这么美的地方 我们希望跟国际接轨 让国际旅客能够看到田围的美 本次竞赛集结来自全台各地六十组 近百位园艺好手共同创作组合盆栽 让植物的质感加成加倍 展现园艺之美 参赛共评选出成人组与学生组共24组优秀作品 期许大家一起努力 让更多人发现花都田围之美 公益频道林毅俊 田围采访报导 田围采访报导